今天我和您分享的文章是 2002年 我们仨分离的第四个年头 92岁的杨将先生 提笔写下对丈夫和女儿的思念 我们仨是一本回忆录 饱含深情的文字 记录下了一家人辗转曲折的艰难历程 也留下了风雨护驰的时光 读时会为三人相处的温暖而动容 也在书中那些琐碎的光阴中 看到了一个家庭最好的模样 最和睦的家庭 是大事尊重 小事原谅 不争对错 不翻旧诈 关于婚姻 杨将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在物质之上的时代潮流下 想提醒年轻的朋友 男女结合最重要的是感情 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 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 支持和鼓励 两情相悦 这段话既是对后世的劝诫 也是杨将在婚姻里进行的准则 杨将在家是备受宠爱的女儿 也是独当一面的知识女性 到了钱中书的旧式家庭 她也开始学习当好一个媳妇 给足公婆体面 在人生大事上 亦有包容的智慧 1938年 杨将夫妇与法国学成归国 钱中书到清华大学任教 杨将则带着女儿回到上海父亲家 四年暑假的一天 钱中书愁容满面地回来 说有事和他商量 原来早些时候 钱中书的父亲钱基伯 应老友邀请 到湖南蓝田 帮他创建国立师范学院 钱中书在户期间 父亲屡屡来信 叫他到蓝田去当英文系主任 以方便侍奉老病的父亲 杨将却认为 清华的工作不义得 且钱中书工作尚未满一年 怎么也不该换工作 但钱中书及其家人 都认为他应该去 杨将即便百般不愿 却依旧选择孙众钱中书的选择 一个人的出处就去 是一辈子的大事 当有自己抉择 我只能陈述我的道理 不该干预 他深知钱中书趣意已绝 找自己商量是对自己的看重 所以更不能依仗这份看重 便对他的人生横加干涉 列昂尼多瓦说 婚姻的基础是爱情 是依恋 是尊重 家庭是小型社会 家人之间的关系 同样需要用心去经营 一段好的关系 既有共到白手的深情 也有朋友间的平等与互重 遇事有商量 是婚姻的智慧 凡事尊重 更体现家庭的温度 好的夫妻 是人生常合理的称传人 凡事商量 又彼此让渡 才能携手共度幸福的彼岸 在杨将的笔下 钱钟书既是学富武车的才子 也有着手笨脚的憨态 他不会打蝴蝶结 分不清左右脚 拿筷子只会像小孩那样一把抓 甚至出到牛津时 就摔跤磕掉了大半个门牙 除去全身的名气与才华 他亦不过是一个寻常的丈夫 一个时常对生活不知所措的父亲 女儿阿苑出生之时 杨将几次将要出院又生事故 于是时间 从原本的五到七天 一直拖到了三个星期又两天 才得以出院 医院和家不通公交 钱钟书每天都得步行 过来看她 每每来时 都苦着一张脸汇报 我把台灯砸了 隔天又满脸愁虑地说 把门轴又弄坏了 杨将每次都淡定地回一句 不要紧 我会修 钱钟书颧骨上伸出一个钉 杨将宽慰他 不要紧 我会给你治 他从一位英国护士大理 学会了热肤 每日细心肤药 拆线 不出几日 钱钟书脸上的钉 果然全部好了 住院期间 答应钱钟书修理的东西 也都魔法般地还了缘 换作旁人 独自住院生产 要照顾孩子 还对处理琐碎的事情 早就恼羞成怒大吵大闹了 可是杨将没有 他用淡定和智慧 安抚了丈夫的胶着 也用贤惠和翁婉 给一个家庭抹上和睦的底色 周国平曾说 家是一只小小的船 又在我们穿过那么长的岁月 人生 风雨有时 晴空有时 无论欢乐疲惫 家永远是承载我们喜怒哀乐的地方 风雨来临之际 更应该抱团取暖 而不是互相埋怨 生活本就琐碎 若是凡事斤斤计较 只会让日子愁云密布 无关痛痒的小事 学会宽容 无伤大雅的琐事 多多原谅 小事放过 凡事包容 才是一个家庭 最好的风水 知乎上曾有人问 幸福家庭的终极秘诀是什么 有个高赞回答 只有简简单单的四个字 不争对错 夫妻原本是世上最亲密的人 是同舟共济的伴侣 若是因为非要争个输赢 而伤了感情 未免太得不偿失 在杨将的记录中 他和钱钟书只吵过一次 那是在出国的轮船上 两个人为一个法文 Bong的读音 争执起来 阳将非说 钱钟书的口音里带有香音 钱钟书不服 说了很多伤感情的话 阳将也不甘示弱 处处反唇相机 最后 两人请来一位 会说英语的法国夫人公断 阳将赢了 但是 他却并不觉得开心 我们觉得吵架很无聊 争来争去 改变不了读音的定规 然后 两个人从此定下了规矩 语后不妨各持异议 不必求同 带到自己也不如婚约 才深觉两人此举的智慧 争吵很容易 吵过后的反省却很难 自我表达很容易 换位思考却很难 有句话说 至亲至叔夫妻 在亲密无间的两个人 终究是独立的个体 有各自的脾气秉性 有自己的三观认知 如果非要凡事占上风 证明自己高人一等 实则是恼了自己 也伤了伴侣 辛普森一家里有句话说 亲爱的 如果你太好胜 永远都不会快乐的 家是讲爱的地方 不是讲理的地方 真正智慧的人 从不把家庭当成战场 吵输了坏了心情 吵赢了失了感情 越是智慧通透的人 越不会凡事都成格对错 一个家最好的风水 不在于锦衣玉食 而在于家人和睦 家安 福气自然来 秦中书和杨将的爱情 不仅跟爱好与物质无关 甚至跟敏捷与面子无关 真正做到了网论世人 只求本心 在他们六十年的婚姻中 不翻旧账 可以说是婚姻保鲜秘诀之一 两人留下的许多著作 只有过一次争吵的情节 从没有翻旧账的故事 两人吵架 最恐怖的一件事情 就是揪着过去不放 不管平时 有多互相关心和爱护 一旦开始计较 过去所有的不开心和委屈 都会再次翻涌出来 语言是把杀人不见血的刀 尤其是翻旧账 伤人又伤己 心理学上对翻旧账 是这样解释的 翻旧账是情绪 依存效应在作怪 那些在我们难过时 记住的事情 在下一次难过时 更容易回想起来 说白了 当初没有解决掉的矛盾 会随着一次又一次 类似事件一起爆发 而等到某一天 双方都承受不住 这样的煎熬时 这个家就垮了 当你们开始 拿过去说事的时候 伤害的 是你们的未来 想起文场浪课里的一句话 其实两个人在一起 长久的诀窍 就是别翻旧账 翻了又能怎么样呢 不过是一个更难过 一个更恼怒罢了 确实如此 翻旧账 就像是把一块 准备愈合的伤掀开 然后再往伤口上撒盐 凡事过往 谁没有一些过错 总翻旧账 早晚要结仇 有矛盾就当场解决 然后一马归一马 干净利落 才是一个家 长久安稳之道 作家池田大作说 家庭是心灵 唯一的绿洲和安期之地 人在年轻的时候 会觉得到处都是人 到了中年以后 才觉得世界上除了家人 已经一无所有了 经营家庭的智慧程度 决定一家人生活的温度 家人同心 凡事尊重 小事原谅 才能把日子越过越安心 家人齐心 不争对错 不翻旧账 才能一步步迎接温暖与幸福 愿你所欲接良人 有智慧 懂修行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今天的文章听过以后 您的感悟又是如何呢 让我们相约明天 伴随您的每一个夜晚 祝愿朋友们幸福平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